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日前说欧洲应该避免卷入台海 而话音刚落我们刚才看到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就试图用通换概念的数字来说明 与外国家有必要关切台海和平 有分析是认为异常关切的背后 是试图用这种稳定来牵制中国纵容台独 来看我们的凤凰观察 贝尔伯克似乎和马克龙唱起了对台戏 德国外长在讲到经台湾海峡的涉及世界经贸的概念时 引述超乎常理的数字 以此来印证他认为台海局势如果不稳 没有哪个国家能幸免 言下之意海峡如果出现军事升级 对远在欧洲的利益将造成难以避免的冲击 因此怀着极大担忧关注海峡局势 德国作为欧盟最大经济体 由贝尔伯克外长来提出对台海安全的关切 似乎显得合情合理 德国不关心谁来关心 贝尔伯克的关切 为紧接着召开的G7外长会输送了话题子弹 外长会联合声明再次确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遭到中方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类似G7平台关切台海稳定重要性的潜台词是 中国大陆要兜底负责 却可以无视相关方通过军售 过境窜房等切箱尝试的做法 给台独壮胆而造成不稳定的根源 把可能导致军事升级的责任甩给中方可能遏制台独的军事行动 引申出如果后续贸易受阻冲击欧洲利益 这个宇宙级的大波只能由中国来背而不是别人 现阶段即便没有迅速升级 也让中国责任论发酵 台海的地缘政治面向之上 又附加上了全球经贸攸关方的维度 为了避免出现不稳定 域外国家似乎找到了介入台海的合理性 欧美利益有多大介入程度就可以到多深 却对纵容台独的责任方不闻不问 贝尔伯克的说法也是在马克龙言论引发广泛关注的时机 欧美对马克龙说法有质疑和不认同 就通过以贝尔伯克为代表的G7等平台发出声音 实现对马克龙观点逻辑的稀释和对冲 贝尔伯克本人讲话爱用数字说话 也屡屡出包 上一次讲到俄乌局势 说普京必须做出360度大转变 才能确保乌克兰安全 江湖上人颂360度解 这一次他让全球贸易的一半转向了台湾海峡 凤凰卫视江晓峰 向下报道